大家能够终选为安顺的国会议员 这个是安顺第二次的写历史创奇迹 好不好 不是每个地方每个人民有机会写历史的了 安顺能够写两次 你们跟历史有业 你会有业终选为历史 第二次 假设我们五月三下能够中选 你们在安顺一件几条 一件几条 一件六条 在31月一件六条 那是美国? 什么是奇迹? 什么是写历史? 那是历史? 第三 然后第一次是 第一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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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jib 我们都得到 所以让他们得到52%全民的支持 给他们骗弃了 在这一年来 在这十二个月来 那就有听到你们的心声吗? 关于经济问题 关于 脱膨胀的问题 关于教育的问题 关于治安的问题 第一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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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对他有利 他就忘记了 不能够记得这个东西 不能够记得那个东西 在皇家调查 我问他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但是 他还可以继续的制造方言 我去打陈林山 他说什么 我连接向要 马来人 对抗马来人 连接向 华人跟马来人冲突 你这样是吗? 去 第四条谁? 马华工会啦 7-11的这间店啊 多么的凄凉啊 他们想做部长 回去做部长 什么都敢做了 那就说 4月24号 那就说 国际人员政府 从来没有反对 回教禅师法 这个是 马华的先人 顿城正路 顿城修行 武统的 前首相 杜哥德拉曼 顿拉萨跟顿胡西 都不能够接受的 因为他们一路来的 立场公民协命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宪法是世俗国 不能够有回教禅师法 但是他就可以改 他不只是代表自己讲话 他是首相讲话 他是 国政的 总会长讲话 代表马华工会 代表民政党 马华民政党敢 敢哼一声吗? 他不敢? 不敢 他们只说 他们反对 会教党唱之法 不反对 巫统唱之法 这个是 自欺其人 所以 所以马华也是 一间第五条 第六条谁? 因为 印度国大党的主席 印度国大党 所以那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第五、第六 一起来啦 包干料啦 包干料啦 所以我们让他能够一箭几条 一箭几条 哪里 哪里 感谢观看